小美 在每個段落都表現得很好 然後每次跟她講戲 跟她討論的時候 都會發現她對於這個角色 在這場戲的情況她有想過 因為她真的非常認真 我自己飾演的角色 我自己認為其實是 還滿在一個傳統的 價值觀底下的一個女性 雖然你們可能看到有點喜劇 有一些歇斯底里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很真實的 女性的樣貌 有各種各樣的煩惱 你會在不經意的某些時刻 就歇斯底里某一根筋就斷掉了 所以我覺得那種荒誕性是非常寫實的 反而是很真實的 要怎麼樣說服大家 在一開始就相信她是一名舞蹈老師 我覺得這不是三兩三就可以辦到的 當然一開始是非常不順的 我往左邊走 然後小美可能往右邊走 我們兩個可能會跳一跳 就會越分越開 就是會分很開 那跳起來就會不漂亮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人的默契 也因為這個花兒子 然後就很快速的變得很好這樣 他們就跟我們這樣說真的只有三分鐘 只能跳兩次 因為我跟幼幼也不知道我們到底能 能hold住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超緊張 就是我從影以來沒有這麼緊張過 就是我覺得她比連參加那一種大型獎項的那種盛會 還要再緊張 我是整個人是一直發抖的 就是從丹田就在抖的那種 就是一直抖抖抖 然後講話都會有點抖音的那種 然後手全部都是冰的這樣 那一次她很神奇的是 這所有的練習以來 她跳得最完美的一次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 好像魔幻時刻一樣 金光閃閃的 我覺得喜劇難就難在 你要讓別人笑是很難的 我覺得喜劇是一種節奏 對 她並不是為了搞笑而搞笑的 她是一種嘲笑 嘲笑生活 然後嘲笑自己的一種節奏 我覺得小美的功力就在於 她可以很勝任每一種節奏 我覺得錢玉瑩始終一直都還記得 那個男生最初的樣子 然後他們相愛的 單純粹或是對於夢想的 一起嚮往的樣子 我覺得她始終是記得的 那份愛或是一種習慣 其實早就根植在心裡面的 她可能不是這麼外顯的 像西方人的容易表達 可是當最重要的時刻 永遠是愛人或是身邊的伴侶 是無條件的支持的 所以我覺得錢玉瑩始終還是 就是有那份對她的愛 就是有那份對她的愛 就是有那份對她的愛